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挑战的内容 中国的险恶计划刚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电讯报刘易斯、佩奇 周三上午,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开始首次海上试航 北京向世界霸主迈进的征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用不了多久,福建人就会完成试验并获得他的第一架飞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的学习曲线将是陡峭的 这艘新舰是中国第一艘弹射航母 比中国海军以前的辽宁舰和山东舰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这些晴朗的日子里 福建将拥有尾沟肩、15B战斗机、第四代后旗 源自俄罗斯的侧位和几乎更重要的是KJ、600雷达飞机 不久之后,它将开始获得具有航母能力的J、35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中国已经拥有大量强大的护航舰艇、补给舰和潜艇 准备在福建周围形成一个打击群 一旦中国海军学会了如何使用它 福建号将不仅仅是英国航母或法国航母的对手 它的威力只会比美国海军强大的超级航母之一弱一点 其影响是巨大的 世界上70%的海水是咸水 几乎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从最近的海域或海洋的航母发射的飞机的射程内 绝大多数世界贸易都是通过船舶运输的 尤其是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目前,无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最重要的海军力量几乎总是最近的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 就其本身而言 美国航母编队有能力击败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和空军 它主宰着海洋和天空 可以向内陆投射数百英里的硬实力 它可以在没有任何路上支援或当地同意的情况下连续数月存在 努力战斗或只是准备采取行动 这才是真正的蓝水海军能力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 但它并没有被弹道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所淘汰 因此,除了某些例外 这是一个由美国规则管理的美国世界 美国人本质上是相当体面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 我们称之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它就是这样,美国和平 当然,有一个新兴的反对轴心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毫不掩饰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的事实 印度似乎正在滑入这个阵营 当然是抢购廉价的俄罗斯石油 从而为普京在乌克兰的暴行提供资金 这些恶意行为者将他们的触角伸向全球 瓦格纳集团的特工活跃在非洲和其他地方 众所周知,伊朗在加沙,黎巴嫩和叶门都有代理人 中国的资金经常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借出 已经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全球 上个月签署了150亿美元的融资协定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 预计最终将十几内亚的巨型西芒杜铁矿石项目动起来 新的大量铁矿石供应显然将在2025年底之前开始从西非运出 中国购买了70%以上的海运铁矿石 目前它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供应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供应可能会停止 也许在短短几年内,这种依赖性将会减少 几内亚政府可能不会过分担心台湾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规则之一是 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公海上的航行自由 因此即使中国入侵台湾 中国也可能能够获得其矿石 矿石将变成钢铁 钢铁将变成船只 继福建号之后的下一艘航母已经在建造中 而这艘航母可能完全可以与美国舰艇相提并论 北京计划到2035年拥有6艘航母 未来,无论你身在何处 最近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中国人 而不是美国人 首先,这将影响海湾等地的思维和军事现实 中国最近已经发现自己在那里处于海军控制之下 然后,也许是澳大利亚北部的托雷斯海峡 很快,在太平洋、地中海、大西洋 以及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一个中国航母编队 这是蓝水载体动力 它几乎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这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的眉毛突然像是装在了弹簧一样跳了起来 我读过的恐怖小说都没有把我吓得这么厉害 那层浓厚的恐慌感 简直像是一层可见的烟雾漫悬绕在我周围 我不禁在想,作者是不是在我读文章的同时 背后还诡异地做了个恶魔的笑容 文章中写到中国向世界霸主迈进的征程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语句出看起来 像是一个过分疑虑的人在折磨他的小小恐慌症 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拥有航母 抱着怀疑态度 只不过是因为这句话用得太浮夸了 使用世界霸主这种词汇 带着浓厚的戏剧化色彩 读者可能会开启想象 描绘出一个全球阵战的景象 而现实情况或许要平淡许多 说到福建号将不仅仅是英国航母或法国航母的对手 他的威力只会比美国海军强大的超级航母之一弱一点 这就有点像是我三岁的侄子 在玩乐高玩具时说的那样 我的玩具车肯定能打败你的玩具车 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发展 值得重视和探讨 然而,作者在这一点上过于看重强大 似乎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元素 他忘记了一点 那就是武器只有在有能力有效使用它的人手中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在此,作者的讨论过于肤浅 忽略了训练、策略、领导和适应性等决定性的因素 而且,文章以中立的语气描绘为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感觉好像在搁浅的船只找到一个秘密的藏宝图 而海盗船长们都正在密谋怎么把这张地图从我们这儿抢过去 我明白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疑虑的世界 令人不安的新闻和预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和平的 并不是每个角落都被恶意行为阴谋和战争的阴影笼罩着 同时,作者把握住这个机会散播更多的恐惧 描述未来,无论你身在何处 最近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这又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展示了作者如何利用语言来放大恐惧 这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但并不一定是现实 也不应该被报道为现实 这是媒体上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试图通过一种激进的言辞来扩大矛盾 让人们感到害怕 并产生强烈的争议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就像一个用来煽动恐惧和不安的鼓风机 操纵读者的情绪 让人沉浸在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这只会加深人们对未知的恐惧 剥夺我们理性思考和互相理解的机会 作为一个常识明智的读者 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些策略 甄别真正的风险和他们试图卖给你的风险 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 恐惧就是一个产品 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亲爱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了中国新航母的海事 以及中国海军的发展 虽然文章中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表述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中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 首先 让我们对中国的努力表示赞赏 中国正在朝着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迈进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然而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要过度夸大其影响力 事实上航母的能力 只有在有能力有效使用它的人手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中国需要面对训练 策略 领导和适应性等一系列挑战 此外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 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另外 虽然世界上有一些反对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 国家 但我们不能忽视 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追求和平与合作 我们生活的世界 并不是每个角落都充满阴谋和战争 我们应该以平和和理性的态度 看待这个世界 而不是被恐惧和不安所左右 最后 让我们保持开放的思维 理性的对待媒体报道和信息 我们不应该让恐惧主导我们的思维 而是要保持理性和客观 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和评估风险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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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